想当个狠人 就必须跟人性死合 记住这十条人性潜规则 一 无论是面对谁 只要你不欠他的 就没有必要唯唯诺诺 强势一点 才能争得社交主动权 二 人的臭毛病都是灌出来了 你越好说话 给的笑脸越多 对方越是不会把你当一回事 想做强者 就别太好说话 三 生死寒淡 不服就干 生死不是你能控制的 但生死之间 是你可以控制的 控制不了 你就是弱者 四 做人要做好人 但别做老好人 烂好人 否则 就会被某些人当成软弱来揉励 见他 五 不要和关系好的朋友 一起合伙做生意 因为这是在哪里考验友谊 考验人性 结果只会让你失望 六 将欲取之 必先欲之 要想让一个人为你卖力 你就要先搞清楚他想要什么 并让他觉得你可以帮他实现需求 七 人要想获得财富和成功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单纯靠自己去赢一次 一撬开 百撬开 八 善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包括时间 精力和金钱 而不是只动动嘴皮子 或者悄悄键盘 所以 网上看善良的人很多 现实中却常常是人性冷漠 九 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 所谓感情和利益交换也是互同的 对你付出感情的人 必然是想要获得你的感情 所以 不要轻易欠任何人的感情债 是 人性是不换管而换不惊 不怕大家一起穷 就怕你突然富起来 所以 要闷声发大财 别太高调 感谢观看